你期望科技在未来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人类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会 但在所有可能开发出的科幻超能力中 时间旅行无疑是具有改变世界潜力的顶尖选择 那么 我们是否已经接近最终突破的时刻了呢 大家好 今天 我们将回答一个非凡的问题 量子计算机会让时间旅行成为可能吗 关于时间旅行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时代 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以来 人类一直在思考是否有可能不仅在空间维度中移动 还能在时间维度中进行移动 不仅仅是朝向未来 逐秒推移 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视为生活 过去永不终结 未来永远值得一访 好莱坞电影中的时间旅行元素多年来 一直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 而时间旅行的探索几乎不可避免地 渗透到了实现超光速移动的竞赛中 但是现在 随着一种新的技术探索时代的开始 我们是否终于找到了打开这扇特殊大门的钥匙呢 围绕量子物理学的理论并不是新鲜事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科学家曼一直在努力理解要原子领域 描述原子 分裂原子 并发现构成原子本身的更小的部分 使得原子本身看起来像是巨大而复杂的结构 如今 关于量子的微小现实单位已经相对来说被广泛了解 尽管标准模型仍然是一个不完整且不断发展的概念 我们现在正在将其在宏观世界中付诸实际应用 其量子计算 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过的内容 只要回顾一下 因为实际上 这可能与时间旅行的问题有关 传统计算机携带着标准的二进制信息 被理解为1和0 而量子计算机中的量子位或Q位可以c或0 这种自由及大地扩展了他们提供的处理能力 正是在这里 时间旅行的真正可能性出现了 因为有人认为量子计算实际上足够强大 可以弯曲并打破时间规则 我们已经知道 在量子层面上 物理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失效 量子纠缠使得光速旅行成为可能 量子数据可以在波动态和粒子态之间轻松转移 量子叠加时的亚原子信息块似乎可以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 我们知道这些已经是真实的 接下来就是回到过去 多次实验似乎已经表明这是可能的 也许量子时间旅行的最早迹象可以追溯到2019年3月 当时有关国际团队俄罗斯 美国和瑞士的一份多作者论文的详细信息浮出水面 根据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MAPT的报告 物理学家们能够使用量子计算机逆转时间 为了设定背景 MAPT解释了如何在星际空间的真空中 及在宇宙中最不混乱的条件下 最微小的现实部分 将孤立的电子涂抹在现在和过去之间 仅仅持续了一小部分秒 尽管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机会极其之低 但有人提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圣中的随机不动 可能会实现这一点 纵容MAPT所述 即使你用整个宇宙的寿命 对每秒钟的时间观察1000亿个电子 你只会看到一个电子在回到过去时 仅仅持续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科学家们是耐心的人 但他们不会如此耐心 所以这个团队开始将他们所知道的应用于量子计算的实验 希望能够将这些令人难以自信的几率降低 以便最终能够按虚拟转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取得了成功 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双量子位设置 他们能够在将这些量子位有效暂停 并送回到他们来自的地方之前 将他们启动 回到过去时 所有的信息基本上保持不变 秩序似乎从不断增长的混乱中恢复出来 在双量子位计算机的帮助下 团队成功率达到了85% 当他们添加了第三个量子位时 成功率降至50% 如果他们添加了更多量子位 随着复杂性的增加 成功率可能会继续下降 但尽管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 这可以被描述为真实的 可观察得 可能的反向时间旅行 一年后的2020年7月 有消息称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项 联合研究项目取得了突破 在这项涉及另一个量子模拟器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能够证明 在量子层面上 并不会出现著名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一个理论 即过去的微小变化 可能会极大地改变现在 现在同样会影响未来 但当洛斯阿拉莫斯团队将量子位 通过他们的量子处理器运行 就好像回到了过去 然后稍微改变他们 当这些量子位被带回到现在时 很少有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没有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 传递被改变的信息 这是否意味着量子时间旅行不仅可能 而且可能是安全的呢 最后 在2022年末 有报道称在同一时间内 发布了两项独立的研究 均通过使用光子 极光的亚原子粒子 进行了量子时间翻转的实验 这次 实验的核心不是量子计算机 而是一块特殊结构的晶体 尽管深圳这可能对未来的量子计算 产生重大影响 简而言之 这些研究将分裂的光子通过晶体 利用量子叠加现象 然后再测量它们之后 当它们重新组合时发现 虽然一个分裂光子 继续沿着预期的时间箭头前进 另一个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动 从本质上讲 这可以被视为 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悍章的直接挑战 这可能是我们与时间旅行之间 最棘手的障碍 通常情况下 伤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不断 从有序朝无序 或混乱的方向移动 它远远不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实际上是为什么 我们首先有了时间流动的概念 但是 在这里 通过晶体射出的光子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 物质和能量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 以一种反向的方式 尽管分裂的光子是重要的 最终 这还不是时间旅行 肯定不是在任何实际意义上的 这更像是在量子层面上的分道扬镳 是科学界日益增长的亚原子奥秘之一 然而 在量子计算机中 使用这些或类似的晶体 QB的无限状态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肯人的处理能力再次飙升 目前 凭借这三项研究 我们还不能真正断言 量子计算机已经发现了时间旅行 但这些项目是否最终会成为 更伟大的思想和突破的种子呢 今天 我们将量子会回溯到他们自己的过去 记录变化如何 不被注册 将分裂的例子送入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领域 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扩展 但这就是为什么量子计算机 可能有一天能够实现时间旅行的原因 你怎么看 有什么我们遗漏的吗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们 只能做出大规模的领域 我们将其他能量子计算机 对我们的领域